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 运工荒主要是杠活没人 年轻人不愿进工厂 14亿人的这样一个大国 为什么会出现运工荒 这事你要是突然间怎么想 想不明白 情况特别复杂 有人说拿运工荒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5000块钱左右一个月 就是在浙江蓝溪纺组织厂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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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没有运工荒 你们恰好是我运用工荒 一个月5000块钱 防治厂 找不到人 不止5000 技术工种 一万以上 万元左右 外地人过年 负责接送住房的厂里面 分溃员工的公寓 这么好的条件 找人困难 不是不困难 风年过节就更困难 那么有人说 你说的是局部的吧 那是珠三角 用工荒 对吧 那一天500块钱 招不到人 你光挑的 好听的说500块钱 你怎么不说 其实条件非常差呀 你是用不着人 是没人的时候 你开出500块钱 架起来平常 没有500块钱呀 等等等等 类似的事情 我告诉你 站在不同的角度 你去看 说法完全不一样 首先是从 从这个农民工的角度来说 用打工者角度来说 你太贪婪了 压榨太狠了 你到工厂去 你看一看 他们生活的环境 60后 70后 80后 老板压榨过一次了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万不得已 我们去打工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去的 这是来自一方面的说法 还有呢 有人说现在运工荒 那就是因为 现在打工的年纪越来越小了 90后 00后 从小没吃过苦 也没有吃苦 那样的劳动精神 当然天天看电视 看热搜 看着新闻 看着人家那些富二代 那些过着交涉淫逸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 一方面 对他们的生活想往 一方面 对现在的艰苦的劳动 嗤之以鼻 父辈们太辛苦了 所以他们不想 不想重复父辈的路 不走父辈的老路 坚就不进共产大公 还有一个原因 有人说 那共产大公 你不赖 不赖 不赖这个 呃 劳动者 是你们自己标准太苛刻啊 你要35岁以上 对不对 35岁 不 35岁 35岁以下 太苛刻了 这个35我告诉你是个魔咒 公务员35 你考公务员 你超过35 他都不要了 他全有年轻干部 所以工厂招工 也是35岁以下 不要 要求大学毕业之后呢 然后工作几年的 啊 还有 工厂啊 普遍这样 举个底薪 然后有呢 奖励性的工资 底薪呢 一般呢 2000块钱啊 考加班 上夜班 然后周末 没有休息 也才四五千 你交了房贷 连生活费都很困难 你在工地打零工 也有二三百呀 你送外卖 一个月八千 还不用上夜班 所以工厂的这个工作 越来越不受待见 有些人说 中国现在 没有必要 那么多工厂吗 应该学习 国外发达国家吗 搞服务业啊 服务业比重上去了 那没那么多人 在工厂劳动了 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中国的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我告诉你 任何一件事情 你把这件事抛出来 三方四国啊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中国真的 像美国那样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的比重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律师 到处都是房地产中介 工厂里生产线上没人 中国真的就好了吗 如果中国那样 美国这样都有美国的问题 中国如果那样 中国就完了 而不是好了 所以一些服务比重大一些好 还是少一些好 前些年有一些歪嘴的经济学家 天天拿美国的指标 比着中国的指标 说我们不对 那样才对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了 在中国我们作为制造业大国 作为联合国各个门位 全部齐全的工业产业集群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是我们的优势 实体生产 无论如何是最重要的 全都去玩虚的 全都脱石向虚 全都去玩金融衍生品 全都去把房子当金融产品 去炒 全都去搞P2P 断无前途 还回头说这个运工慌这事 运工慌这事 以前就没有 2018年之前有没有 没有 那个时候 那70后打工办 你要想进工厂 进个像样的工厂 条件好一点的 得托人 得请客送礼 隔壁王那时候那得装孙子 装了孙子 然后呢 到这工厂去 这条件不错呀 对不对 小伙伴一见 哎呦 你那厂子条件好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年轻人 有多少人愿意 我的理想是进工厂当工人 工厂的工人 我不干 工厂工人你不干了 老板也也没面子了 老板也扭不起来了 老板呢 就是好话说尽呢 舔着脸呢 连梦带骗呀 然后招人招人难呀 以前沿海城市的居民90%的人都是什么 都是工人子弟 但是这些年已经彻底不做工人了 我基本上不做工人了 郊区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做工人了 就算再没有门路 我去工厂 我得找一个清闲的管理的职位 然后呢 在那个位置上三心二意的过日子 刷着抖音 然后呢 看着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一大批的中小企业都知道 中国制造业大国 我们是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如今中小企业制造业 知道世道不好啊 只能勉强维持着 勉强维持着 这帮年轻人不来 不愿意来打工 靠什么维持 靠比我还年轻的 60后 70后 农民工来维持 这些人不敢闹 这些人上又闹下又小 不敢歇 不敢闹 你闹了之后 闹了之后怎么吃饭 所以 他们是不敢闹 就熬着 但是他们的子女 绝不进场当工人 为什么 我们吃苦 我们工厂线 流水线是作业 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不进流水线 所以有人就问呢 说如果要是再过十年 等这帮人退休了 这帮人干不动了 制造业车间里边 请问那些劳动力的空缺 谁来补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坑里没萝卜 怎么办 坑里没萝卜 请问怎么办 前几天 我这个参加活动 我说了一件事 我说最近去年12月26号 毛主席诞辰今天日的时候 我去参加中国制造日 我有一个发言 后边大屏幕 让我讲一讲 毛主席 作为中国工业化之父 因为是毛主席诞辰今天日 我一讲我就有点激动 我就不小心呢 就讲到了 我说中国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不是打工仔 我说以孟太为代表的钢铁工人 以王晋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 以钱学森 邓家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 他们所焕发出来的那种劳动热情 是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的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沦为 小包摩 大公仔 弱势群体 边缘群体 在政治待遇上 在社会氛围上 在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呢 小气候下 被人瞧不起 所以今天流水先生的工人 他们不想干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对这个问题分析 我倾向于认为 我们还要做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层面 那样去说 那样说会把这个坑落散 隔壁王奶奶说话呢 要能聊下去 不要动不动就把坑落散 现在的80后90后00后进程打工 好多进厂 干嘛 女孩多呀 进厂主要谈恋爱 顺便找点知识 在工厂对学习专业 钻研技术 当这个流水线上 这个工厂里边的 这个专业的行家里手 任你怎么强调工教精神 工匠精神 电视弄俩篇 说大锅工匠 然后呢 弄点什么故宫里边修什么东西的 好啊 很猎奇啊 但是真正在流水线上 在工厂里边的那种车添卯地害 以及现在掌握现代化工具的那些孩子 你激发了他们钻研工厂里边的工人应该钻研的技术的能力了吗 做不到 没那个氛围了 这没那个动力了 我我就打工 我那哪地方挣钱多 我随时准备跳槽 我又不是主任工 工厂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是不是一个问题 真的是这样 这些人觉得我没机会 工厂是你少东家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现在实在找不着工作了 我 那就先来看看吧 啊 随时准备跳槽 我哪有动力去干 现在不光是工厂工人招起来困难 农民工也少了 城市里面的子弟靠着父辈的积累 基本上都完成转型了 本来就在城里 北京的小孩 我家有两套房子 所以打工多少钱不太在乎 还行吧 还行吧 两套房子 爸妈留下来 我爷爷奶奶那边还住一套房子 我爷爷奶奶要走了以后 我们家三套房子 在北京有三套房子 他当然不急着去打工了 让我到工厂去打工 对不起 没那想法 现在没干什么 这三四年没干什么 喝咖啡 会会朋友 会吃饭局 然后看看话剧 小剧场 这明星 基本上我过这种日子 这些人他们凭什么 这些人凭什么能干这个活 凭什么他们又再又再过这种日子 因为靠着父辈的积累 他们完成转型了 他们不可能去工厂上班 他们也不可能看上那个地方 他们也不会去找工厂里上班 三八岛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搞对象 男的女的都不会 干什么不好呢 干什么都比在工厂里面打工做工人 舒服 挣钱多 这是他们的一致看法 这个看法你可以说你觉悟不高 是 是谁让他们有了这样的觉悟 谁让他们没有了当年的工人阶级的觉悟 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当工人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种地 后来我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我是瓦工 我当瓦工班班长 我的技术是盖房子 所以我把这个脚 你知道吧 都是砌 我把脚 那技术专业就拼命想把自己的专业弄得好 后来我当脚手架工 盖房子 盖房子 我帮脚手架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专业 什么铁杆 什么什么专门的那条气 就拿草绳捆那个猪肝 草绳捆那个细的木杆 那个时候学技术 是发自内心的想做业 想把老师傅的本事学到了 现在 现在年轻孩子会愿意这么努力去做吗 他没有动力 我们那时候有动力 我们那时候一个月挣18块钱 我就有动力干这个事情 现在变了 工厂里都是农民工 但事实上农民工越来越少 好现象 还坏现象不好说 反正工资水平越来越高 其他成本年年看涨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用工的成本越来越高 产品的竞争力 就问产品的竞争力 用人费用高了 其他的费用再涨了 产品的竞争力会怎么样 那就难免会被其他的国家 劳动力用工水平更低的国家拿了去 所以这种隐忧不是说 现在我们从道德层面说应该要你到工厂里去干活 不是的 是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问题 作为我们制造业集群国家的最大优势 现在我们在用工方面出了问题 这是什么呀 没有远率 必有近优 这就是扎眼睛的竞争 更可怕的是社会上的观念完全变了 过去你要说你已经年纪轻轻 已经四级工了 在上海在北京 那都对你 那姑娘就想找你搞对象 为什么呀 因为你四级工有可能变成五级工 六级工七级工 八级工那就是意味着 你作为一个老师傅在工厂 说一般 党委书记都得敬着你 现在对工人 还有多少人怀有这样的敬意 所以工人阶级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 不是打工仔这句话 他所富含的内容 真的是相当多 我们去指责那些80后90后 你为什么不愿意干活 那人家会回头问 说这话的人 你儿子在干什么 你儿子拿两个亿 随便试试水玩呢 你儿子搞房地产 你儿子拍电影了 你儿子这么年轻就当了县长了 所以你在这种氛围之下 你去指责年轻人 为什么不到一线去做 道理就讲不彻底 理论不彻底就不能服人 要服人理论必须彻底 现在哪个男孩子说 我在工厂里上班 我喜欢你 我刚下了夜班 我在工厂里下 在工厂里上班出来相亲 你没看短视频里面 那么多相亲 就是没有直接反应农民工 农民工的孩子在工厂里上班 然后一个姑娘 一看他就喜欢他 然后呢 两个人一块 那你生产 种棉花 我们学文化 做一对模范夫妻 立业成家 没有那个氛围了 没有新鲜感 说到工厂流水线上作业 打工 有人甚至业务鄙视 瞧不起 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 请问这些制造业怎么弄呢 从长远来看 怎么来说 现在农民工的孩子 不去做工了干嘛了 读书 读书是好事啊 读书改变命运 我们通常这么说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农民工的二代 他们的父辈 汉珠摔巴巴 然后挣了一点钱 他们毕业之后 上了大学 他们的前途是什么 说点让人不高兴 这些农二代的大学生 毕业之后 他们在大城市里边 各个角落里边晃荡 他们满怀希望 但是大多数这个希望啊 有的时候 也看不太清楚 希望在哪里 在歌声里 希望在诗歌里 我们还有诗和远方 但是工作呢 工作挣到的那点钱 能够满足愿望吗 满足不了愿望 于是年轻人就说内卷了 佛系了 欲望没了 他们干嘛去啊 你统计一下 有人年轻人做了个调查 最多的是 他们最多是房屋中介 各类销售员 干的劲劲的啊 来以待还不错 这个月提成就上来了 但是像这样的孩子 过了30岁 过了35岁 请问前途在哪里啊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 用功慌 有人在珠三角一带考察 车间里的操作工啊 年纪 一看糊涂拉叉了 特别嫩的 18岁的 19岁 20岁 很少 最小是30岁 倒过来 你到管理区 财务啊 人事啊 销售啊 那个地方倒是呢 年轻人相对多一点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这些读了大学的农二代的孩子们 他们认为这会儿终究 虽然在工厂 终究体面一点 就是农民工的孩子 现在读了大学 哪怕读了大砖 现在也不去工厂 车间上班了 他们认为那个没有前途 那请问如果 如果这些30岁以后的 农民工 他们再老了以后 请问这怎么办 谁来接这个班 也有一些农民工的后代 他们现在的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 没有前证 那就啃老吧 那就瞎晃吧 那就考各种各样的证吧 有人说他们村子里面 好几个大学毕业的孩子 一年到头上班 就在窝在家里面考各种各样的证 考资格证 忙得不宜乐乎 有的干脆自己当个体户 玩自媒体啊 跑运输啊 不是不可以 那是各种各样就业文录 绝对没有贬低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就那么排斥 在工厂里面做工呢 请问这样下去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前途 还有未来吗 看看国外 从用人角度看 管理员 操作工 在中国是1比8 大家觉得可以啊 1比8就可以啊 但是在德国是1比4 中国大学生录取率多高 录取率高达70% 就差不多 你稍稍 不是太不正常 考大学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现在的存量劳动力 严重结构失衡 大学生太多 消耗不了 都想高管理 都想做白领 都想很清闲 然后呢 很干净 很优雅 很体面 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脏活 苦活累活 烧脑筋的活 技术的活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卖房子 那帮人遭遇楼市偏冷 各种各样的中介 因为某种原因 就做不下去了 那这一大堆 农二代的大学生 请问 他们的前途在哪 有个词叫 进退失据啊 大面积失业 还有工厂 其实需要大量的理科生 对吧 现在工厂利润薄啊 大量优秀的学生 都去干嘛去了 金融 法律 中介 自媒体 都去干这个去 但是呢 我们那大量的理工科的学生 甚至学了这个专业 我也不到工厂去 有一些企业 听起来是挺 挺先进的 当然那些企业 其实进口了几套设备 然后呢 进口几套设备 就操作那个生产线 其实 那个东西 技术含量不高 操作起来 没什么东西 真正中国制造业呢 领先 必须有一大堆的 技术工人来干 就像德国那样 但是我们现在 不愿意干呀 不愿意干 普通员工希望把企业的利润 最好都分掉 房价这么高 分钱最实惠 他们谁会 谁会把这个利润流出来 搞研发 像任正非那样 所以我们这企业 没有这种念头 这企业前途在什么地方 大大小小的老板 都是这种心态 辛辛苦苦 挣点钱容易吗 我干着制造业 已经不错了 搞房地产 搞金融 搞P2P 那么赚钱 搞实业 TCL李东生说了 现在能够搞 能够搞制造业 坚持下来 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这件事 不是指责年轻的孩子们 为什么不到一线去做产业工人 这个指责 一点力度都没有 应该去指责 我们的大环境 为什么导致了 这样一种局面 满大街乱窜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准备找 撬活 好干的活 挣得多体面的活的 这样的一种 从业者 和用工慌的现实相对照 这种反差 说实话 想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你真是高兴不起来 我们在说到我们的大好形势的时候 我们会说我们大学毕业生多少多少 这是好的 大学毕业生提高素质 那就是当普通居民也是好的 但是你想过没有 在企业里边 如果我招工的话 我只招熟练农民工 我就不要大学生 为什么 大学生自视高人一等 娇气 不好管 留不住 那有的企业 我招人困难 我怎么办 招人困难怎么办 我招十个 我说我招一百个 招一百个就多挑 实际工资开得很低 农民工 被一些高调的新闻误导 对工资抱有太大的期望 于是这种东西就两头势 一方面企业找不到人 一方面农民工找不到活 企业和工人僵持 这种现象 就在今天变成了 我们广泛报道的媒体上 屡见不显的农民 这个用工慌 不是没有人 遍地都是人 但是我工厂所需要的那种人 没有 有了 那个条件 我付不起 那相反 我们大量的人晃着 说没有地方用 我不是没有地方用你 是你不适合人家用呀 人家要一线的八级工 你没有 你说我有两个证 我两个证 我学文科的 学文科的 我学文科的 我是文史哲专业的 文史哲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科研能力 因此就成了这么晃晃当当的 那么一群人都在 每天要吃要喝要穿 但是这边的工厂里面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找不到 中国过去技校啊 占的比重相当大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在北京 商业部教育 国家商业部教育 我在高教处 我们隔壁就是 就是中专处 全国商业的 商业院校呢 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那个处最热闹 为什么下边中专学校非常多 现在 你说 不好意思 书书记说你是中专生吗 不知道为什么 道德上 是在社会尺度上 就不允许 不给他们以存在感 你说你技校毕业的 技校毕业的 你接下来就业怎么办 在德国 75%的中学生 在德国 75%的中学生 重复一遍 在德国 75%的中学生 是什么 去技校 在中国 90%的中学生 去大学 而且主要是文科 说到这 我突然想起来 毛主席一段语录 我这个年纪耳熟能详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 物质生产 产业发展 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 我们需要呢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 文科专业 实践当中 社会就是大学 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用 而是说这些人当中 他们很多人毕业了之后 在中国现实的 即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集群的 国家的条件下 这些文科毕业生到那些产业上去 没有用 以前技校毕业去工厂 现在进高校就是为了赚钱 活生生的把人在学校里关了四年 然后培养了一批酸秀菜 看看那些小公知 看看那些歪瓜裂枣 看看那些跟着方方混的 眼高手低 一般活不愿意干 技术活没能耐干 企业不敢要 自己觉着我不得了 那这种人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今天弯线摇来到企业来 老板见你害怕 为什么呀 你做坏一批产品 那损失比你那个工资大得多 所以工厂需要呢 踏踏实实的有责任感的技术 专长的这种工人 可是没有人先以有人 愿意来干这种事情 而工厂培养这人非常慢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 他跳槽 请问怎么办 说白了 工人很多 有点技术的不多 满脑子想当老板 想干管理 进来就想的有分红权的 这样的人很多 愿意的踏踏实实 研究技术的人很多 好了 这期节目说的够长的了 结构尾巴 所谓运工慌 不是招不到人 主要是工作岗位 和员工能力不匹配 对吧 换言之 就是说 拥有一定技能的工人 不够 现在制造业转型 工人面对的不是呆一流水线了 要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技术专长 没有 第三 新兴产业兴起 比方说外卖 什么饿了吗 快递 逐年上升 满大街都骑着电驴子 蹭蹭乱窜的人 他们工作自由 薪金较高 虽然辛苦 但是年轻人的门口不高 都去干那个去了 这个能干 我干嘛要去工厂里当工人呢 还有一条 现在就是部分农民工 农民工我也不愿意进城去打工了 我就近农村经济发展 我不愿意背井离乡了 农民工减少 那不可避免出现运工化 最重要的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好几遍 很多大学生没用 大学生没用 工厂的工厂的工人没人愿意做 过去我们强调劳工神圣 李大钊 劳工神圣 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 劳工神圣的理念 变成了我们共产党人执政的一种基础理念 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吗 工人阶级的主人公的责任感吗 大师对不起 从李大钊 陈独秀那时候开始的 我们立国基础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 没有了 这东西没有了 过去的文化消失了 职业技术教育不再受重视了 于是乎 没有远率必有禁忧 大环境变了 就导致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 看似一个具体的用工荒的问题 但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处在百年转型过程当中 我们能不能转好这个具体问题的问题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